哇 来一口黏黏糊糊的铁板大酱面 面细细的滑滑的 但是还挺筋道的 很挂针儿 来个蒜白 必须得吃个蒜 我觉得黏黏糊糊很好吃 家人们 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张图片 它叫铁板大酱面 黏黏糊糊的酱汁子挂满了面 到底好不好吃 去看看吧 那个铁板家庭面 吃哪个我怎么没看到 有 这里面没有 那是隐藏的吗 是隐藏菜 刚才没有 那个医生的东西西里 那个得点 你是韩国人还是 朝鲜族 朝鲜族 南北人 中国人 点个糖醋肉怎么样 对啊 一直看人家吃糖醋肉呢 我们四个吃 来个中的吧 辣白菜炒饭要不要吃 牛肉汤 给小长来一个辣牛肉汤 再来一份辣白菜炒饭 你要啥 我吃 够 你们甜的我都爱 好 冷吃 咱们为什么给我问人家多钱 我看他们那个 平台上价格 铁板炸酱面是一百块钱 它是贵在铁板上了 还是贵在什么上了 怪不得不往菜堂上行 冤肿了 因为我看好不好吃 看好不好吃吧 好吃我就忍了 咱们五千多 黄金蟹都吃了 这么大 我以为一人份呢 嗯 这一杯块钱一份 俺就有点理解了 找一下 哇 哇 这都有啥呀 五花肉 洋葱 黄瓜条 还有鱿鱼呢 家人们老梗来了 一百块钱这么一份 你们觉得ok 觉得ok的把我来打ok 来一口黏黏糊糊的 铁板炸酱面 好吃的 嗯 面细细的滑滑的 但是还挺筋道的 很挂这儿 酱味很重还带点胃味辣 再来一口 你觉得好吃吗 嗯 来个蒜吧 必须得吃个蒜 可以吗 我觉得娘娘糊糊好好吃 我特别担心了甜的黄 没想到还挺好吃的 是我喜欢的味道 嗯 我感觉还没这口 菜给挺多 就是筷子不好下手 给你来一盏 对对 你吃这么快啊张欣妍 真是刚才速度已经慢多了呀 因为我刚一直在吃 你在说话 你们平时除了麻辣汤泡菜 罗素粉这些的 还会想吃什么别的呢 啊你好你好 今天再看你 谢谢谢谢 可以看到这一顿 哦 拜拜 拜拜 哈哈哈 我希望可以在你的视频里面看到这一顿 好的好的 来个糖醋肉 心灵体统 很大身 这都不用想 肯定吃起来酸甜口的 嗯 好吃的 果肉很浓 挺入味的 很多锅包肉不入味 很多糖醋里肌 面糊太重了 它这个刚刚好 一口下去咬到全醋皮 醋皮底下全都是肉 嗯 咱家蒜越长越粗糙了 一个蒜都可以够了 就三口了 像我们的牛肉汤进鸡 哎呀哎呀 这是啥呀 全都是蒸蒸锅好像 嗯 感觉没什么味 嗯 嗯 辣白菜炒饭 先起来这个煎蛋 今天这两个蛋煎出来吧 来一口 嗯 煎蛋就没有不好吃的 煎蛋就没有不好吃的 我一口啊 我觉得糖醋里肌有点贵 这个 也有点贵 但这个好吃 可以吃一吃 是吧 我打算 先吃一个洋葱 蘸个面酱 这一下子感觉就很结肠 你们觉得哪个都最好吃吧 小酱面 糖醋肉 我也做酱醋肉 我觉得蘸蘸面最好吃 糖醋也不错 这有一份八十 我觉得有点贵 你尝尝呀 我这勺子准备好了 让大家介绍完后就干了 这小菜倒是很不错 实话实说 蘸蘸面最好吃 我这菜很丰富 一百块钱 正常姑娘可以吃三个 差不多吧 差不多 你有素材还有肉 再点个糖醋了就可以了 别的不用点 不是我的肠吗 哈哈哈 老板送的洋葱的料这样吃 好 好 OK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小小小小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还挺舒服的 没有踩雷 挺好吃的 我真的 炸蘸面真的很好吃 糖醋肉真不错 就张欣今天面吃太多了 我都没得吃 我都吃了两口就没了 不然给你看个号 哈哈哈 给你看个号吧 你在你的号里吃 哦 你这个注册号呢 我在想名呢 快吃 放下手机 放下相机 不然是身边的美食 又来了 慢点 哇 感觉我像 这个赶上小段 然后被城管赶着我 又来了 哈哈哈 看吧给我 啊 棒棒的 你看正在摆 餐桌已就位 重庆小面尖尖了 其中有四大神兽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吃 其中的一家神兽 汤家只卖小面一种 好 我们一起看看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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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在哪里点 这方面 三个三个三个 三个人 要要要 加加西兰 加加加 加加 好 这个结束了 阿里面加个胆 阿里面加个胆 啊 应该说 阿里面加个胆 哈 这好香啊 哇哦 看这里下的 调料黄油 穿鼻子的香 加个煎蛋 必须得加煎蛋 二两加蛋 说的好不提到 下来一口煎蛋 拍着就剩煎蛋是吧 嗯 油香油香 撒水车 我们这太过闹了 我们这些节目拍的 嗯 雪 好吃 啊 这辣子贼焦贼香 底下的菜是这个 梁花白 原白菜 包包菜是不是 这儿死滴死的 哈哈 非常错了 妈呀 搬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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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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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 可爱 谢谢您 我给您戴上 好 谢谢 这个帽子多少钱 二十几 二十几啊 真可爱 回去拥有一个 继续干面 咱们也吃了四五家的重庆小庙 就是我没回来重庆的 吃重庆小庙 吃了这么多里面 最好吃的一家 妈妈来了 这个油 二骨头 麻味着 刚才是有这个脆的肉扫子的 这家店的饮料是什么啊 走 跟姐姐去打那个 茶 解腻的 我们要是饭点的时候 这个师傅周围的 这个台台上 全都是围了一圈吃面的客人 又来了 妈呀 我感觉我像 我家那种小 小伤小贩 然后被城管赶着我 又来了 他满足了 我没有换了一个地方 因为史蒂尔阿姨 让让呢 好 油耳不腻 有整颗的花椒 但是花椒是可以吃的 看着红油很重 但不辣 好吗 那么这期节目就来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